两位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那一开始呢 是不是先把你们的那个粉专名字 你们一个自称老爷爷一个叫小老婆 先把这个名字由来先讲一下 这个由来大家其实每个 我们来听过 对对我们来接受过很多采访 他们都想问说 为什么叫老爷爷与小老婆 其实小老婆是合法的老婆 因为只是觉得说 大老婆不如小老婆 小老婆就是比较受宠 所以我就叫自己小老婆 就跟人家讲 妻不如妾 所以你就叫小妾的意思 所以就叫小老婆 我们有一次接受日本人采访 那日本人就说 为什么要叫小老婆 我们就说 因为小老婆 因为他还故意比小子 日本人他们讲小老婆是比小子 对 他们还讲说 因为我们就跟他讲说 因为小老婆比较受宠爱啊 那个日本就恍然大悟 然后脸上露出很开心的表情 就表示你很宠老婆就对 先讲一下你们怎么样 进入所谓的旅游部落客这一行这样子 其实刚开始我们只是好玩写那个 无名小战 那时候那家无名小战还比较红的时候 还在的时候 对还在的时候 好那我说是我开始写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人写有点无聊 所以我就想就把他抓过来 请他来陪我们一起写作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房间比较少 夫妻的党 那时候无名小战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个人 就写心情故事 所以那时候就 出版社就会发现我们说 我们是讨论他们发现 是大概第一组有夫妻党 所以他就请我们出了一本书 然后之后就慢慢的就开始 经营这个部落客 所以那时候是你们本来就 比较爱吃爱玩 所以就开始写写这个记录 然后就走上这一图 对 那时候跟本业有没有关系 都完全没有关系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关系 没有 那这样几年的一个时间 你想再到现在 大概也有十几年 那你觉得这个十几年 你们自己在采访上 或者是各方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心态上的一个转变 或者是技巧上 怎么样越来越成熟 采访上面 其实刚开始我们大家做分享 做部落客都是分享 就是我今天吃什么讲什么 就讲出来 但是到后来我们 因为采访多了 我们慢慢会帮店家去抓 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有时候店家搞不清楚 店家他其实我开业就开业 我卖吃的就卖吃的 我没有想到说 我这个东西有什么特点 但是我们要去帮他找特点 然后把它文字化 或是语言化 然后才能帮他介绍 不然介绍出来的东西 就会欠缺一点 灵魂中心 对 所以变成你要帮店家沟通 然后找出他的亮点就对 然后拍照的时候 也要帮他把这个亮点曝光出来 你摄影也是有一定的专业 对不对 这个全部都是你们自己写自己拍 对自学学了很久 才能达到这个 勉强达到可以上出书的地步 是 然后你们之前有出两本书 另外先把你们那两本介绍一下 好像都是有同样的脉络 都是美食书 对不对 第一本是那个 一生一丁要带他去的 49家美味餐厅 好大的口气 是以哪边为主 大台北吗 大台北 大台北 因为那一阵子很流行 就是一生一丁要带他去的 地区的 对 一生一丁要带他去是哪里玩 一生一丁要带他去什么 所以我们出书就是一生一丁要带他去的 其实书的名字都是出版设定的 然后第二本是全台老店小吃 全台那你们就全台跑 全台跑 北中南东全部跑 超过50年 其实我原来设定的目标是更老一点 100年 但是我后来发现台湾的老店真的比较少一点 比较少 对所以后来就变成慢慢的 因为要收入够丰富的店家 所以就变成50年 这些资料怎么来 也是要先搜寻 对之前都是我们 那其他两本书都是我们自己搜寻的 然后搜寻一定要先去吃对不对 对可能比如说100家老店 可能吃200到300间 那太差你们还是不会介绍 对 有为良心就对 其实我们是在挑特色 其实不一定是好吃或不好吃 有的时候是第一间 有比如说他是 历史地位就对 对他的地位在那边 就像鸡肉饭 嗯 大家讲鸡肉饭 有些说大家去吃什么里长鸡肉饭啦 牛里长鸡肉饭会吃其他其他鸡肉饭 可是他实际上就是喷水鸡肉饭是第一间啦 哦所以他历史地位 对他有一个历史地位 你去问老板老板才会跟你讲说鸡肉饭的由来 你去问其他店他们只是模仿喷水鸡肉饭 嗯 对他们你问他他讲不出由来 那所以没办法还是只能采访喷水鸡肉饭 不管他是不是最好吃的 嗯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喜好 对对对对 其实口味喜好是蛮 而且吃的东西很主观 对非常主观 有些人爱吃有些人不爱吃 是的 嗯 所以你们这样子一路上都在介绍美食的话 会不会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瓶颈 那老师你们口味如果跟大家的口味不一样的话呢 我们现在唯一遇到的瓶颈就是大部分东西吃起来其实都很普通 哦没有很惊艳的地方 这样讲很吃多了是不是 这样讲有点过度过度膨胀自己 可是我说真的 那大部分东西其实有点特色 就是你吃过很多特色料理以后 那大部分的食物它的特色其实都 我觉得都需要老板自己再push一下了 把它特点抓出来 其实我觉得还有个好处就是 比如说我们吃很多小吃全台小吃 然后呢如果你吃都还觉得很好吃 那就真的很好吃 比如说你吃一天有时候我们采访嘛 一天要吃大概六七间七八间 你已经吃了十几间了 还记得那一间的味道 就代表那一间很厉害 可是这样子变成你们每次 那个量都不能吃太多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美食家的招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同一天可能要吃很多摊嘛 餐厅还好 因为我们那时候写第二本是小吃 小吃鸡还要把多番酒一碗 比如说鲨鱼烟就一小盘 所以其实也还好啦 可是一天要吃很多种 有时候口味会混掉嘛 会不会 我个人是不会啦 因为我自己有练习 就是说把每一个食物的特点记在脑中 回去再把它回想出来 所以其实也是要训练的对不对 我觉得这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是自己强迫自己去把味道记起来 这个感觉是其实跟很多工作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写久了以后就会记起来 刚开始写的时候 我们去餐厅就是一边吃 一边记录 然后后来就是边吃开始录音这样子 我懂了 就自己讲自己录音 有的时候那个餐厅的服务生 会过来开始介绍这个菜有什么嘛 然后就要录起来 然后自己再讲 可是久了以后大概就知道 那个重点在哪 所以这行还是要一定的训练 不是说你去吃个东西 然后拍个照 你就可以当个美食部落客这样 还是有它的难度 对因为像叙述文字需要比较多的 因为比如说你只是写部落客 大家只有一篇 所以就看不出来你的文字的差异性 可你写到一整本的时候 你就所有的味道 你就必须要有差异化 然后像我之前常常那个出版社老板 就会说 他就说有人写说 吃柠檬派里面有柠檬的味道 他说废话 废话 他就说这个部落客在写什么 这样子 我懂我懂 所以他就要写出另外一种味道 不能够只有写里面有什么凤梨酥 有凤梨的味道 类似这样的例子就对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你第三本 那这本书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企划 先跟我们讲 你们跟你们一起合作的 这个我们三重人这个一个粉专 当初是怎么样 早上你们 然后请你们写一个三重在地的美食 这个美食书 这个花花是有一次 我们一起去采访一间 山羊城的羊肉卤 然后我们在聊天 他就问我们说 那个老爷他在做什么 然后我们就说 老爷平常在就是出版社的总编辑 然后他就说 那我们三重可不可以 帮三重出一本书 然后我们就说 这个企划蛮好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提企划 给出版社 然后出版社也觉得 这蛮好玩的 就是可以帮三重这么小一个地方 然后出 而且三重他的诗 对 因为其实三重他是一个 我们住 因为我住在 我们住在 就住在台北嘛 我们对于三重 其实会有一个 莫名的感觉 就是三重 落后的地方 不是说落后 就是说那边的人可能 那个比较杂一点 就是你不会说都是文教区 或什么 他是全台湾各地来打拼的人 可能都优先住在大龙洞或三重 因为房价比较低 所以他自然就聚集一群勞工朋友 这样子 但是这样的聚集效应 就会产生另外一个 就是另外一种激荡 就是那边的美食会特别的丰富 就是因为我在 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去三重 我在那边吃东西 我也知道说那边的状况 所以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其实心里非常开心 因为原来 我可以去把三重的东西 好好介绍一遍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而且这本书的一个特色 就是以捷运站周边为主 大概几百公尺以内 是不是捷运站都走得到这样 其实不一定 大概可能有的稍微远一点 就没有办法 但是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都是在 都是你走十分钟以内 大概就可以到 所以这些商家也是你们讨论过 然后你们也是要真的去试吃 然后一边跟老板访谈 然后拍照 然后再找出他的亮点就对 其实这些店里面 我们吃超过这个店加速很多 在我们现在也是筛选过 剩下50间这样子 所以吃的更多 吃的是更多的 其实吃起来有点辛苦 有一天吃三四家 其实蛮累的 我们有时候从早上9点开始拍 然后拍到晚上12点 因为有的是那个比如说它是飞镖爸 飞镖爸是经营凌晨的 可是你们两个都有正值 那你们怎么吃啊 都是利用假日 对就礼拜六礼拜天 那吃的更密集 对吃的密集 一天会很从早吃到晚 所以你们整个这个采访期间多长 大概差不多半年 半年的时间 就每个假日几乎都要拍班表去吃 对 然后还要找时间写整理照片 这样子 搞了差不多半年左右 因为我们拍的时候 不是哪一张相机 就直接这样拍或是手机 所以我们都也是要打灯的 对 我懂 然后像比如说我们去拍 比如说那个严肃鸡 因为如果你只是拍严肃鸡 这样就不美味 所以我们还是要铺布啊 然后拍盘子啊 什么把它弄好 有点像工商摄影就对 还要承设一下 商业摄影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点其实蛮有趣的时候 大概讲一下 就是我有一次去拍一个烤肉饭店 那个烤肉饭店啊 就是前面一个小碳饭 然后后面就是乱七八糟 就是食材啦 桌子椅子 我懂我懂 因为它小吃嘛 但是我们就必须在那个仓库里面 把这个东西拍出来 所以你就准备了桌布 准备打了灯 我懂 然后把食材做很好的成 因为老板也不一定知道 怎么让成盘比较漂亮 那我们还把他摆盘这样子 终于好不容易就变出 所以这样子是便当店喔 我们把它拍成这样 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便当店 嗯 就是你们要去承设一个角落 去拍出那个美食就对 对对对 那个是一般老板都不会注意的 因为他们就可能就急着这个 做东西卖东西做东西卖东西 老板也不会想说有网红 或者是有部落客要来采访的时候 他们要怎么样表现出他的食物 他就是啊我就便当给你啦 那呃 除了这个介绍美食之外 当然跟老板的故事也很重要 那你们采访这么多店家的老板 你们呃会比较在意的一些核心问题 大概有哪一些 呃 就最重要的是呃 其实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当的东西就是 如何把店家的重点拿出来 因为大部分的老板就是说我开店我卖东西 他虽然很注重食材 他很注重食物的味道 他很注重那个料理的过程 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自己东西跟别人的差异是什么 所以才需要我们来帮忙 因为我们吃了那么多店家 我们知道每个店家的差异是什么 对对像是料理手法 呃一块一块煮饺 它可以卤可以炸可以煎 然后卤还有加糖 不加糖加加香料不加香料加焊药不加焊药 这很多很多种做法的差异性在哪里 老板通常不会知道 他只觉得这样做好吃啊 他就这样做了 那我们就是再从差异性里面去找出他的特点 或者是有些老板他可能是传承 或者是跟着父母亲去学的 他也不知所以 他也不晓得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加这个 或者是说像他比较在意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我就是有时候会跟老板聊天的时候 会发现他们一些故事 所以跟那个食物一点关系都没有 比如说像这个陷螺厨房 然后我们都在聊才知道他是那个 孤君的后裔就是边缅的遗族就对了 雅西雅孤儿那类的 然后我们才特别去问他说他是怎么样到台湾来的 那在台湾怎么样就变成他上了厨师的路 然后为什么他的食物这么的有特色 他就跟我们台湾一般的泰式料理餐厅完全不同 对对对对 非常应该讲说很有特色的好吃 另外一种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泰式 或这个越南式就对 不是不是我们稍后来为大家介绍 好那我们就先把这本书这个 大概我们就从这个捷运站来开始帮我们介绍 六个站 然后我们来介绍六家这个特色餐 那我们就先从辛罗厨房 他就是泰式的吗 对 他就不会像一般的泰式料理说什么 太好吃之类的 或者是他就用不会用泰国的泰制来做变加的点名 以泰为这个开始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命名方式其实有点好笑 就像是我们在国外吃中国餐厅叫做好吃中国餐厅 或是说叫做美味中国餐厅这样的感觉 那他当然他是泰国人 他说他当然不会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取名字 所以他就说那我是先罗 他会介绍一个就是平常我们在泰国餐厅不会吃到的女婿蛋 他说一般餐厅吃不到 他说因为那个是以前有那种故事 他说以前比如说有个丈母娘 然后女儿嫁出去了 然后他端东西端菜给那个女婿吃 希望女婿对他的女儿好一点 就是要巴结女婿就对 所以叫女婿蛋这样子 所以是特别的好吃 希望他好好照顾他女儿 然后他有一些他自己用的食材也很特殊 他都是用进口从泰国来的食物 比如说像茄子他就不用台湾的茄子 他就用泰国进口的茄子 那至于像是一些香料辣椒 他都是用泰国进口的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吧 就是泰式料理其实是没有月亮虾饼 为什么 可是我们到泰国料理都吃得到月亮虾饼 他说月亮虾饼其实是台湾人发明的 加进去的 但是他 但是我们这位这个 他当然也会做 他就说为了因为大家都来点泰式料理 然后都来点月亮虾饼 然后来这边还没有月亮虾饼给点 客人还会生气 所以他还是自己想办法去学了月亮虾饼 那你刚刚有讲他这个是这个颠免的后裔 那他当初是怎么样来到台湾 他当初也是 他是拿着别人的身份来台湾念书 就当初就没有身份证 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护照 对就无国籍嘛 对他没有国籍 所以他们就是拿着别人的身份 然后到台湾念书 其实这个过程是 我觉得是很坎坷 因为你用着别人的名字来别的国家 然后就是为了寻求一个温饱 或是寻求一个学 来做一些未来 替自己的未来着想 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当初在采访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出来 他在讲 主厨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有一点点难过 那他后来他就拿到学历以后 他就回泰国去学料理 但是他中间如何拿到身份证 其实他有很多故事 比如说他去跟着一群殿绵后裔的孤军 去总统府前面游行 抗议说 为什么我不可以给我们身份证 这样之类的 他其实有一个很时代性的故事 好 然后这一家你们有推荐了几道菜 来帮我们介绍绿咖喱鸡 绿咖喱到底跟一般的咖喱到底有什么差别 绿咖喱它其实就是用的是绿辣椒 红咖喱它用的是红辣椒跟姜黄多一点 那绿咖喱用的是绿辣椒多一点 所以会更辣还是怎么样 是更辣 其实是更辣更刺激 下一站 A是腹烤肉饭 这个就是你们讲的这个厨房很乱 然后被你们这个煤化 老板会被揍我们 老板可能会揍我们 可是他就是这样子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像是附近 其实我讲这个烤肉饭 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像是附近 它是一个老街 老街里面你想吃烤肉你也吃不到 烤肉店你可能要到远一点地方才吃得到 那附近的人就觉得说我要吃烤肉 竟然是来这种店家吃烤肉饭 这样子 所以就很有趣 这样子 完全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这个很非常的local 就是很香 很就是一个类似到乡村里面去吃东西的时候 才有那种的想法 但是我们这食材三重 因为老板小A 他就说 烤肉的香味是很独特的 他想要让大家吃到不一样的味道 而且我看它的分量很扎实 就吃起来感觉会很粗 吃粗肉 三重就是这样子 而且这个老板很好玩 他几乎所有食材都完全自己处理 不像有的店家他卖便当 可是他送来的排骨是腌好一箱一箱的 送好的 送好的 送好的鱼是炸好的 但是他这个老板 他是完全全部都自己来 包含他有一个叫做咸豬肉 他连咸豬肉都自己腌 自己腌 对 所以他其实是相当扎实做菜的一个料理 那他本身是怎么样背景 然后才会变成开了这家A师傅烤肉饭 在菜料站 他说他是餐厅厨师出身的 然后有些人就是当厨师 他们说厨师有一个梦 就是每个人都想要自己开店 自己开店 比较自由不用被老板骂 对然后就开自己想要做的菜的店 那这个你在现场这样观察 他们都是外带比较多吧 因为像这种就很适合是便当 他只能外带 他就是个小摊贩 那背后就是仓库 所以他只能外带 他完全就是靠一个很小的店面做起来 他是一个店面分两边 一边是烤肉饭 一边是卖盐酥鸡 切开的 对 果然这个很特别的一家店 像这家店 其实我觉得推荐这家店最好吃的东西 其实我会讲是烤香菇 因为一般人的 烤香菇是主餐 对 这是素食主餐 但是它的烤香菇 因为它的酱料用的很扎实 所以味道非常的厚实 就是你不会说 因为香菇就是要吃它那个juicy juicy的感觉 然后有那个丰富味道的 深厚味道的酱汁咬的时候就出来 那它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反而是说烤肉就 就反而没有那么的凸显它的特色 那反而是烤香菇味道特别丰富 好我们来介绍下一个站 下一个站我们来到三重站 八个店都很有特色 对其实我们要介绍这样 其实很难很难去 所选择说我们要介绍哪家店 因为每家店其实都很有特色 比如说大概讲一下 等你们来找最好的店 比如说像那个彼得潘的面包店 我觉得它就是很特别的 就是它非常的料 那个面包的那个酵母跟人家不一样 然后就是说比如说N3718 然后它是那个很就是蚂蚁最喜欢的 它的所有都甜甜都超级甜 然后自己做那个糖 对他们做的是焦糖 就是牛奶焦糖 都甜到又不行了 然后比如说双霸四处 它就是爸爸为了女儿开了一家店 四处调理店 然后像座咖啡就是它整个店 咖啡厅非常有那个泰国 它其实泰式乐式跟它是混合风格的 然后整个东南亚风格的一个地方 那个很适合拍王美峰的照片 我们来谈一下季月肉干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就是儿子在海外打拼 然后回来接自己 回来接自己家里的店 对接传承 传承自己父亲的事业 那其实这个传承的故事蛮有趣 因为它这个 这个故事的主人 它其实它去大陆 它不是做一般的工作 它是做珠宝业 对照一样应该是赚到盆满钵 那为什么会回来接这个肉干产业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肉干产业 其实是它自己最怀念的东西 肉干是它最怀念的东西 它用这个东西追到它的老婆 用这个味道去追到它 因为它有朋友说 你家你身上都有那个肉的香味 烤肉味 就他们家炒那个香 因为很久以前 肉松是非常贵的食物 在四五十年前 肉松是非常贵的食物 是好的人吃掉 才吃得到的东西 所以它身上都是肉干的香味 肉是炒肉松的香味 所以对女生来讲 它觉得 为什么你天上天天都有肉松的味道 所以这其实对它来讲 它是一个记忆生成的一个像是印象 就是其实肉松才是我的家 做肉松做肉干才是我的家 其实现在年轻人 如果是乡下可能还有 可是台北市可能没有什么看过炒肉松 现炒肉松 以前我们在摄影院室的时候 还没有盖成那个的时候 然后经过摄影院室 晚上大概一点的时候 他们那个肉松炭 就会开始在那边炒肉松 他们会从凌晨一两点开始炒肉松 炒到凌晨五六点开始卖 那味道走过去就忍不住去买一包 而且这个肉松肉干 有时候好吃的是一口接一口 所以他们就是这个 爸爸传给儿子之后 所以他们又到三重 找了这个店面再开张就对 他现在做的主要是 他其实不是卖肉松 他主要是外销到那个大陆去 他的肉松都是外销 他其实已经不在摆台了 那你当然去现场你可以买的到 那其实我在里面最推荐的是 这个高鲜荞麦肉松 但是我们他就 他自己为了要做这个肉松 大家都一般是加芝麻 可是加芝麻那个纤维质 他觉得不够健康 所以他就想说 要试试看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当他尝试过 非常多的核果类加进肉松以后 他发现最适合的竟然是荞麦 就跟我们一般人完全想象不一样 谁会把荞麦丢进肉松里面 但是他就是这么做 因为他几乎把市面上所有的核果类 都丢进去试过了 就是为了营养就对 有的会把那个油味引发出来 所以你会觉得不好吃 那有的是说味道不够香 香到会被肉松的味道盖过 那就没有意义 所以他最后就是在试过非常多种 然后他选择了荞麦 所以才发明出了这个荞麦肉松 其实我本人吃过 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 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 一边是肉松的那个香味 一边还有荞麦那个咔嚓咔嚓的口感 其实很有趣 很特别多重的一个口感 对对对 他口宅是很丰富的 好 我们来介绍下一站 到了三重国小站 这家店其实很有趣 我们叫什么鱼 他其实我们说 他是一间传统的店家也可以 说他是一个新型态的下午茶店家也可以 可是他卖的是虱目鱼 先讲一下 他是卖的是虱目鱼 他也是一个祖传事业 就是他们家都是杀鱼的 杀虱目鱼的 他们家开虱目鱼店 对对对 杀虱目鱼的 然后他像这个老板小时候 就在家里练习 如何杀虱目鱼 把虱目鱼刺剃掉 或者是说如何切 他说他过了很多很多年才出事 他妈妈才认可他的技术 所以这是也是一个从小 所以他应该说 他自己会有对虱目鱼这么热爱 也是因为从小到大的关系 可是他不是我们想象中 比如说父母的店老 然后接 然后不是 他们父母的店还在三重开 一样是开就是老的虱目鱼的店 就是虱目鱼的店 然后就是也是卖 所以儿子另外开一键 另外再开一键 他想要做一些创意料理这样子 利用虱目鱼就对 对 原来我们以前吃的那种 无刺虱目鱼肚就是有人工去剃的 不是那个鱼就是无刺的 对对对 他是用人工去剃刺 然后所以剃的时候蛮麻烦的 因为上面一层肉都其实都会被拿掉 然后你还要记得那个刺的位置大概什么位置 这样子 嗯 他们厉害的地方 他有跟这个老板跟我大概讲一下说 怎么样替虱目鱼吃 然后他居然把虱目鱼变成早午餐 有些人早 或有人早上吃虱目鱼 因为很好玩他不是吃 就不是虱目鱼粥啊 或是虱目鱼面啊 可是他是什么虱目鱼蛋饼 虱目鱼吐司这类的 没有趣的 所以他就把虱目鱼的那个肉 变成一个这个三明治的料理就对 对 可以转虱目鱼排 他会把虱目鱼中的 特别适合拿来做 鱼排蛋吐司的那一块 切出来 因为他不是整片虱目鱼放进去 让我们可能在乡下吃虱目鱼 可能就整片煎啊 整片煮汤啊 没有他是特别把鱼上面每一块肉质 适合做不同料理的部分把它拆开来 就跟那个一只牛很多部位 不同的部位适合做什么 是的 所以很費工就对了 对 他们有一个背上有一条特别细嫩的肉 就是拿来做那个鱼排蛋 而且觉得很高级 吃虱目鱼蛋饼 超高级 那价位有没有更高一点 还是很常名 其实我是蛮 我觉得蛮适合就是我们一般人 比如说下午茶 你肚子有点饿 但是又没有那么饿的时候 去吃一下他的东西 然后就觉得说 原来很多传统的食材 我们可以做一个新的变化 而且还是这么的好吃 他不会像主持人讲的特别贵 但是那也不是那种 我懂 我懂 因为毕竟有虱目鱼在里面 对 所以我们刚介绍的是这个 三重国小展 所以什么鱼 这个也是当初的郑成功那个传说 郑成功说什么鱼 就变虱目鱼 对 好我们来介绍 下一站是到了三合国中站 里面也是一样八家店 对 我们要介绍涛客站 这个涛客站 其实他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 那为什么会开这家店 他其实是有一群消防弟兄 消防弟兄他们通常在打火弟兄 在完成一次一天的任务之后 他们会其实很辛苦 又很累 体力劳动很大 所以他们都很想要吃一些好吃的东西 可是又要有丰富 又要澎湃 然后又要新鲜 又要美味 大家一起吃核菜 对 然后又要是核菜 其实这样子的条件在台北 或者这三重 其实都很难找到 所以他们就是 好啊 那我们就自己开一间 几个兄弟就开一间 不是是他们找一个厨师朋友 然后就开一间 是 所以就几个人合伙这样子 然后找个厨师这样子 所以他们标榜就是 新鲜的海鲜 然后豐富 然后那个味道是打火弟兄的味道 所以是打火弟兄料理 日本有相铺料理 台湾有打火弟兄料理 打火弟兄味道是什么味道 火烤的味道还是什么 但是他们对味道的要求就是 比较 其实说真的比较稍微重一点 因为他们的劳动力可能比较大 因为打火嘛 那个瞬间劳动量很大 所以一定要吃的很 就要瞬间补充回来能量 要饱足感 又要有味道这样子 其实这个要求还蛮 其实他们有一些特色料理 比如说他们会有买那个台菜 就是那么 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有那个螺肉 就是家里会有那个罐头 螺肉罐头 对然后他们会做那个什么螺肉的那个蒜 螺肉蒜锅 類似那个北投的那个叫什么 酒家菜 对它其实是北投酒家菜 然后他们也是把它 现在台湾应该是找不到几个地方可以吃了 经典鱿鱿鱿鱿蒜锅就对了 但里面就必须要 其实它其实很明显就是鱿鱼啊 螺肉 然后再加上一个当时当地的蔬菜食蔬 然后重点是那个罐头螺肉 其实台湾现在已经很难很难找到了 那如果说你现在要吃一个经典的北投的酒家菜 那其实说真的很难找 那可以来三重的话就是来这边试试看 那我品尝他们的经典那个菜色 就是鱿鱼螺肉蒜锅 对对对 好那这一站你们还特别介绍那个飞镖吧 为什么会冒出个飞镖吧在50家美食里面 其实是这个飞镖吧它有个特殊的特色 就是它的饮料都是随时都可以为客人客制化的 它其实有点像酒吧 bartender这样子 就是你喜欢什么就给你什么 而且对女生来讲 其实我不太会 我来因为我个人不抽烟 所以我不太喜欢去酒吧 因为会有烟味很重 这间飞镖吧标榜不抽烟 不抽烟然后又有客制饮料 那个饮料是看你心情是不是 它就是可以给个女生喝的那种 就五酒精的 对它比较健康就是在那边 就是喜欢一些飞镖的人 然后在那边聚集 然后可能就是打个飞镖 然后他们现场会有唱那个 现场演唱 其实它比较 比较舒服的 这个飞镖吧我们可以说它是酒吧 其实我觉得它是很健康的 因为大家都是来玩飞镖的 大家不是像一般酒吧 大家都想说是来把妹的 或者是说来做交际应酬的 没有他们的爸 纯粹对他就是都是来玩飞镖 所以这其实很健康 只是说玩的时间 大家都下班的才来玩 所以时间就延后 所以就变得好像有酒吧的心态 所以他应该算是一个宵夜场就对了 是 因为他应该时间也是比较晚 到凌晨三点这样 对 好我们这个为大家介绍飞镖吧 而且其实电子飞镖呢 这几年还蛮流行 而且也有一些国际比赛对不对 是因为他们的机台都是串联全世界 你要有比赛就在这家店家 就是线上PK啊 对 然后你可以选哪个国家的大概什么等级 然后就直接在那边 对然后选择比赛的方式跟项目这样子 所以还蛮有意思的 好我们来介绍徐慧中学第六站了 这一站你们特别想要介绍翔吐司吗 对 但是我们先来谈这个大呼过瘾好不好 因为你们里面其实也有一些所谓的连锁店 那我们就会听众朋友或读者看到就觉得很 那连锁店不是都统一的味道统一的食材 那为什么还要特别收入进来 其实这家店他有个特色 其实大呼过瘾应该有个特色 就是他的食材其实都是不同意的 就是老板可以自己控制的东西是很多的 比如说我哪一个菜要放什么 哪一个东西 我要甚至自创自己想要卖的火锅都是OK的 不是全部要照标准配配的 没有没有没有 照总公司的规矩 所以这个老板他就是对于客人的食材 他就非常用心说说 我觉得说什么样东西在地的人比较爱吃 其实三重人爱吃火锅超级爱吃 满满火锅店 到处都是火锅店 那其中这个地方他的特色就是 老板比如说他为了新鲜 他就特别不会去放蛤蜊 因为蛤蜊没有把他一年四季新鲜 所以他就特别不放蛤蜊 但是他里面虾子给你多一点 然后他比如说他会有 他其中有一锅就是牛奶起司锅 这是其实在一般的大呼过瘾是吃不到的 高纲而且会黏锅是很难刷 应该不是黏锅 应该是说他的食材非常的扎实 比如说他跟那个白酱 他是用人家进口的白酱 那白酱一罐下去 那个就成本就一般就过去了 他就说这是他里面最贵的一锅 对 赚最少最贵 可是成本最高赚最少的 所以去那边就要点牛奶起司锅 而且老板很好玩 他会为了要促进 就是让客人吃的更有更丰富的味道 他会自己做小菜 比如他会腌一些黄瓜什么的 那个都是一般的大呼过里面是不会有的 所以说不是所谓的连锁店 就是一定是一样的口味 因为你们包括里面有胖老爹炸机 他也是连锁店 我觉得奇怪 那为什么连锁店 偷偷透露一个消息 其实胖老爹每一家店的炸机是不同的 蛤 是这样的 不是总公司统一调度 没有没有 你可以选择 总公司会给你几个选择 你可以选A 可以选B 可以选C 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拿到的 你在不同胖老爹吃到东西会不同 当然炸的时间不同 手法不同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连食材 他其实都基本上不一样 而且胖老爹他有些时候 他会多一些自己炸的东西 比如说炸地瓜 我懂 一般的胖老爹是不会卖炸地瓜 一般菜单没有的 对 但是这个老板他自己都会开创一些新菜单 他会根据三重在地的人 他爱吃什么 就给他加什么东西下去 然后他们店内还有卖冰淇淋 这边也没有 这个颠覆我们对传统连锁的一个印象 这其实我也觉得这是三重的特色 因为他们在地的特色非常的明显 他们的喜好很不同 他们非常的社区性 所以他们为了要迎合这个社区性的发展 他们特别开创一些自己想要的卖的东西 好 那我们就来介绍香吐司 香吐司 我觉得就是女生很喜欢那个珍珠 珍珠奶茶米的珍珠 去做创意料 对做各种 然后他们就是那时候做的那种就是 在明治里面装包珍珠 这照片有呈现 然后一个爱心的珍珠这样 有这么高 刚才要排一个爱心的形状 这是我老实讲这是拍照 这是为了拍照 这是为了示意出它里面是珍珠 可是如果你摆一坨黑的珍珠 看起来又不怎么样 所以我就把它摆成爱心的形状 那吃起来是甜甜咸咸的吗 是甜的 有点像是在面包里面加甜的馅料下去 那种感觉 它并不是咸的 但是我说的是这家店的特色 就是说因为它除了说把各式各样你想像不到的东西夹进吐司里面 它其实有一个就是老板 应该不是说老板 它是一个姐妹经营的 这个姐妹他们为了说要打造一个 他们自己小时候认为我想吃的早餐 所以才开这家店 因为以前的早餐都是被爸妈掌控 所以他们长大就想要自由 我吃面包我为什么不能夹别的东西 我只能夹果酱 我只能涂奶油 没有这回事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自己要夹 所以就夹了一些比如说打泡猪肉 起司牛 或是棉花糖 就是那种巧克力加棉花糖 很幻想 然后觉得说原来吐司庙可以这样做 或者是很童趣的东西 所以他们算是创意吐司店就对 什么东西都会夹到吐司里 然后你吃这个打泡猪 这个起司牛吃起来口感怎么样 其实还蛮正统的 因为他们自己 我说真的他们自己做菜功力 可能到达某个程度 所以他还愿意出来做这个东西 我觉得打泡猪超好吃的 所以不是说真的不会煮的乱煮 一个打泡猪就混在里面 是真的会煮打泡猪才能够夹在吐司里 还蛮香的 就是你很有 有点辣辣的 辣香香的味道 你很能吃得出来打泡猪的味道 就每天早餐都吃早餐店就那几种 然后突然换了这种 就觉得早餐比较不一样 而且他们的 其实我们介绍只有一点点 他当场他们的美妇是很多的 就是你可以一三五二十 每天吃不同的东西 然后吃两三个礼拜绕绕一圈 好那50家已经出版了 然后如果说到现在问你们这个印象最深刻 那表示那家店一定是真的很棒 那你们两个有没有 个人这个50家里面印象最深刻 觉得印象最深刻 其实我这样讲 我觉得这里面老板最累的 应该是有一个叫名人玩的 就是做自己的茶饮 就是他自己 他选择做手摇饮店 可是他不是去开连锁店 自己找材料就对 自己找珍珠 自己去跟厂商接下 自己去泡茶 然后自己找茶行 然后试试看哪一种茶要泡多久最好喝 然后自己调配说哪一种料 吃起来会特别适合女孩子吃 或特别适合男生吃 这样子 他用这种方式去帮自己的 应该说做 他应该是一个事业了 他已经不是一个说我要做一个手摇饮店赚钱 没有他已经是个事业了 因为他在这里面付出的心力非常大 所以他在 所以当初他在跟我们介绍 就是这个名人玩店的老板在跟我们介绍的时候 他非常的自豪说 我这个东西我花了多久的时间来做 就好像自己的小孩子自己养出来 我懂懂 所以每道料理他都很多故事 每一杯茶他都有自己的故事 而且他里面的装潢很特别 居然是工业风 这个手摇饮很少人会花钱投资在装潢上 而且他们手摇饮就有门口然后卖饮料 他们是后面也可以休息不用钱 然后就可以在那边后面休息聊天 做什么都可以 对啊 因为手摇饮一般就拎了就走了 都是做外带 很少人愿意花钱在自己的店里去做装潢 而且他四面都不同装潢 所以可以在那边不停的拍照 他其实有点像王美风王美墙的感觉 那为什么他取这个名人玩呢 其实我当初也问他说 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 他也是说这是因为他 他喜欢看日本的那个 因为他自己是从那个时代出来的 动漫 日本的动漫漫画 他受那个影响很深啊 然后所以才把这样的东西拿出来 他取这样的名字 好OK这个 里面也带到很多他的那个特色料理 我看那个小寓言就好想喝 哇真的 他那个小寓言 他连煮法都说 吃了好多种煮法 才能把他小寓言 因为偶已经煮久了 他就暖了 所以那时间点的问题 对 他就如何抓那个时间 如何抓甜度 这样子 他老板都非常的用心 好 像我的话 我会喜欢那个雪花糖 因为我喜欢吃冰 就是天气热 对 然后呢 然后他的冰就这样子 各种 这么扎实 而且这么可爱 对就是因为对女生来讲很可爱 比如说 像那什么海洋传说冰啊 或者是芒果物鱼 当他们做芒果冰的时候 就是吃芒果冰 他上面还做的像玫瑰花的造型 然后或者是说那个什么 比如说那个雪花糖二重奏冰 那就是那个 大家最喜欢的那个类里面的那个 所以他的冰都有很多特殊造型就对 对特殊造型 而且他每一年就是常常会换 比如说足球 叫足球四足赛的时候 他就会做四足赛的冰 然后就是抹茶冰 绿色就知道那是抹茶 然后他有时候之前 现在没有之前有做过什么 比如说日本寿司的造型的冰 他各种造型 就是很多女生 你去那边吃冰 然后很漂亮 然后可以拍照 哇 他的每个冰都有主题性就对 对而且这个他的冰就是很多媒体会去拍 也就是很漂亮这样子 老板 那老板为什么会开这家店 老板很玩 他是那个 他原本是那叫什么 他是汽车教练的教练 完全不搭 我问他说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妙的想法 他就说 对就是一直想一直想 然后想说要什么样的东西 可以让客人会感觉到说 哎 这是很特殊的新的玩意儿 这样子 然后我 书里面有写 但很好玩 他对美术的接触是 他在学校上美术课而已 所以他没有美术底子 对不对 他有美术底子 但是他的只有在学校而已 对 所以就自己后来发讲出来 那他声音应该很好 因为这种特色兵 很容易在网络宣传 对 所以他其实在三重是一个网红店家 就是非常多的网络名人 或者是说一些部落格人 都固定要去他的店 因为他常常推新东西 我懂 所以就会有人去抢先报就对 然后就要去吃 品尝 然后拍照 赶快跟大家分享 真是太厉害 做冰能够卖到这个程度 这样子 而且你不会想到说那个冰 比如说那个赖冰 你不会想到上面又会有爆米花 他用爆米花当作花园 然后草莓 是是是 我看到还有熊大哥 他为了让熊大跟兔兔的 有那个花园的感觉 然后想做了很多种设计 然后最后用爆米花来代替花园 哈哈哈哈 爆米花也是花嘛 是是爆米花也是花 好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三重新时代 然后这本书呢 是三重的50家好吃的店 那其实你们采访到现在 是不是也发现说 其实有一些每家店 其实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不是东西卖越多越好 对不对 因为有些老板如果生意不好 他就一直加营业项目 东西越卖越好 越卖越多 可是越卖越杂 搞到最后这个可能特色也消失了 你看像那个冰店 他就只有卖冰而已 像那有的凉面店 对 还有一个凉面店 对 虽然他的凉面种类非常多 但是他的凉面很有特色 因为他老板特别去特制面条 他不是一般的店家去买的 他特制面条来做他的凉面 其实这个老板还有很多故事 他很喜欢做工艺活动 对 他的梦想是做全世界最好吃的凉面 所以他凉面是另外去沾那个酱吃的 不是直接倒在里面混 当然你可以自己混 但是他都是附酱附在外面 对 凉面店这样子 所以他是用个竹篮子这样子装的 对 你一感觉他是日式风格 其实他很台 因为他也没有什么肉松 供丸汤 这样子 他只是卖凉面 卖的很台式凉面 他不是日式两面 虽然他感觉很像日式的风格 所以每家店都有他自己的一个 独特的一个风格 不一定要去学别人或抄袭别人 好今天谢谢两位为大家介绍这本书 谢谢 三重新时代曲成文化出版 谢谢